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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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我 关于这个问题正在拉去 一个我尽力地想要挽回 想阻止 想远离 但另一个我 却一次次被赫寒深深感动 恨不得一闭眼跳下这个深渊 凤身随故也随大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快到来 你就睡个月 你就如此 你這麼大人說話你是不是大兒子 你給我出去 你出去有什麼話出去講話 出去出去 怎麼樣 你來了也正好啊 叶康頭 我沒有騙你 老爺子現在在裡邊躺著不能說話也不能動 也不能給你錢幫你刷喊買東西了 更不能陪你去明政局登記結婚 然後分你錢分你房子 你死心了吧 你以為我什麼人啊 我見錢眼開啊 如果你真這麼想別人的話 證明你是這樣的人 我不是幸苦開河的 我到你原來住的地方和你老熟人那兒 打聽過你 哦 打聽過啊 打聽到什麼啦 我是做雞做妾 我騙錢我打劫了 我有什麼問題嗎 啊 我告訴你 我是一個人 我帶大兩個如花似意的女兒 我是靠自己工作賺錢養大 你想得吧 我男人一走二十年 我獨生二十年 我現在想找個好男人 我想結婚我想成這樣 我犯法了嗎 我犯法沒有 啊 你犯法了你小的吧 你在國外一帶這麼多年啊 過疾過年才回來看看你的父親 你不是犯法你是怎樣 你不要以為你從國外回來 你就可以隨便教訓人的 哎 我就是要讓你看看 你們這些物質敵從外國回來的 這個年輕人 什麼叫情侶無價 懂得嗎你 懂得不懂得你 行 行 都不說這些了 我想問你啊 你父親先就躺在這兒 你一個禮拜 能陪他幾天 你說 我回來是有工作安排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很忙的 是吧 那周六周日呢 周末也要加完應酬 那一天 賠一天 還是賠半天 哎 我告訴你 我薛珍珠 一個星期七天 一天二十四小時 我可以陪在你父親身邊 寸步不離的 你講講 行 你陪 我可以按照護工的價錢 給你錢 你說什麼呢你啊 你幹什麼你 你什麼意思啊 啊 不是見錢也開的人嗎 我這麼做是因為你父親對我太好了 跟你兜裡的錢一毛錢關係都沒有的 你小子化 但是你要固定收入 你沒固定收入吧 我就是她的經紀來源 哎呀 女兒啊 你看看 這是我女兒 我親手帶大的女兒 你好好看一看 什麼叫親情啦 啊 不要說我女兒現在在大公司 這很多的公司打 就是她有一個朋友叫賀凱 那身家那本事 大叫吹叔叔叫你 吹叔叔叫你 是嗎 吹叔叔 是嗎 哎呦 你叫我呢 哎呦 真好哎 真好 哎呀 哎呦 對不起啊 剛才我們在外面 說話聲音大了 吵到你了啊 哎呦 你別實際拉著我 我知道我不走的 哎呦 哎呦 那說話真好哎 真好了 慢慢的啊 咱們不著急啊 慢慢的呢 你今天能說話了 過兩天你就能坐起來了 然後呢 你又能站起來了 再過一段時間你就能走了耶 哈哈哈哈 我 哎呀 你不用實際拉我的 我不走了呀 我跟你兒子講好了呀 我在這陪你 啊 他去忙他的 我在這陪著你 啊 我陪著你 啊 我不走的 哈哈 沒事吧 沒事兒 就是 上了一下手腕 電話你不就跟你說了嗎 沒事兒 你自己還沒全好 還非往往這兒跑 在市裡開車 能撞到路基上 以前沒發現你有這潛質啊 我要沒記錯的話 之前連寡蹭都沒有過吧 下雨了 陸華了 這呢 陳女生拿去替我修了 嗯 嗯 昨天我給你打電話的時候 你不是都快到家了嗎 怎麼會又拐到無宋路上去了 走錯路了吧 從我家到你家耶 還能走錯路 是啊 本來是想走一條新路的嘛 結果沒想到錯還更厲害 是 我要去公司還有個壞人 你呢 轉車送你去啊 當真轉型不怕你說的 走了 怎麼會騎著 提起 謝謝 我們 吃了 怎麼會又見到 我打開也是 哎 我們換了 比如說 讓我們打開 快看 无松路啊 对啊 车子是从无松路公安大楼附近拖回来的呀 这是行车记录仪和一些杂物 你看一下还有没有遗漏的贵重物品 那行 谢谢 那我先去下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车里的东西 您说了 说一星期就能修好了 谢了 一大早上你跑跑休息茶 那唐静挺好的 挺好的 刚刚把我送过来 怎么突然想起问他了 有事啊 没有 就听说他回来了嘛 一直也没问 听说你跟唐静要结婚了 你定的什么日子 您理吧 那你们现在这感情真是挺好的啊 都要结婚了能不好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跟林林吵架了 没有 那个行程记录仪我也放了 哦 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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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您 没确定 我能不能看一看他带来的项目啊 你想干嘛 我猜这是他到BNT以后的第一个case 应该是他从陈欣强行带走的那些资源 他的那个资源跟BNT做了一个交换 别坐 是不是 不止 咀嚼动作有助于降低焦虑 我不焦虑 你正在为贺涵的事情焦虑 不是的 是这样的 因为贺涵帮了我很多忙 我在这一行里面 除了你 他算是我的师父 你如果真的也把我当做师父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上了贺涵 没有 没有 没有的事 贺涵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的未婚妻是我的最好的女朋友 唐金 你应该知道的 你就是喜欢上了 你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不敢说不敢做 真的没有 如果你跟我承认你确实是喜欢上了贺涵 就不敢做 你必须要 要不然 他们厅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些什么 来帮助他挽回损失 我在这行里面是信任 我微不足道 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如果因为我影响了贺寒的事业 那我真的要后悔得要死 但这件事跟我喜不喜欢他无关 我想这是我做人的基本道德 放回去好好看了吧 我可以提醒你的是 这里面是一定有问题的 Phil和他的客户之间是一定有忙你的 所以如果我要接下这个Case 我想配合他一起演戏的 你就顺着这个思路去查 一定能查到Phil和他之间 以前的那些私底下的交易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能拿到他在晨新的时候 之前给这个客户做的所有项目历史资料 也得找出其身的问题 Phil就会有麻烦 可以说是在这行里 身败比例 不过你怎么去晨新找那些已经存到的资料 嗯 更重要的是 苏满叔特别重视和Phil 或者说是 和Phil现在是 星东加BNT的合作 你要是这么跟他们对着干 苏满叔是肯定会把你炒掉的 他已经预言了 赫瀚的领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也不再那么重视你 所以你要是 特别害怕丢掉这份工作的话 已经想清楚了 我想过 我不怕失去这份工作 如果要有什么舍不得的话 就是跟你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我要是喜欢一个人 那就什么都敢说 什么都敢做 谢谢 你会怎么做 我要是喜欢一个人 那就什么都敢说 我想先用一个矽盘 那个我来 dato 现在就要介绍你 我听到谢谢 本来就是 不知你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我们不知你 要不知你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她就不知了 我看得到 你还能做 她的 她想不知你 要不知你 她想不知你 她在这一家 她不知你 难道阿姨想给你和嘉庆抱一样的东力营的 但是一想你要走那么长时间 爷爷奶奶会想你 你看上海的这个东力营 一个礼拜四天也是美国的老师 其实和去美国也差不多 这样呢你英语也学了 爷爷奶奶也好天天见你 妈妈那我呢 你12月20号走 耶我能去美国哦 我嘉庆要去美国 嗯 那平儿 你想跟嘉庆一起去美国参加东力营吗 那就一起去 爸爸你们说呢 我们听平儿的 如果平儿愿意去 我们当然同意了 一个孩子去美国的东力营 需要多少钱呢 那我 我 我 哎呀 这要好吗 嗯 四万五就四万五 这样 明天你把上海那个东力营给退了 那平儿跟嘉庆一起去美国 嗯 耶我终于可以去美国了 好像不行 因为签字要时间的 而且报名时间好像过了 电话给我打张问 现在都下班了上哪打 好 平儿 要不这样吧 明天呢阿姨帮你去问问 如果能报得上呢咱们就去 如果报不上 咱们下次去好吗 哎呦 好 平儿 怎么搞的 没事儿子 对吧 没事儿没事儿 没事儿没事儿 我们可以去的 我不用哭 咱以后去嘛 以后去以后去啊 哪儿都一样 是不是 哪儿都一样 别哭了 赶紧吃饭 来吃饭 来 你觉得我们家真缺这四本的钱 当然不是 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窮无一貌 罗子军要买房子 要安顿你的父母 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都是要花钱的 明天 我把我赚的钱都交给你 是什么意思你懂啊 是我把我的生活和我家人的生活全都交给你了 我父母的我孩子的 你之前已经动过脑筋了 把我爸妈和平儿送到隔壁的房子里单独去住 现在你又想 说一点好听的分别对待两个孩子 我爸妈不说不等于他们不明白 孩子不说不等于他不知道你有分别心 我本来我也不想说 我是忍无可忍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不是钱的问题 如果交钱就能让皮儿去美国 我肯定把这钱交了 我不会为这么点事情砸自己的牌子的 去美国要签证 还要面试 还要跟寄宿家庭联系 这么多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 家庭的这点思想工作 我早就跟他做了 今天准备工作 我是年初就跟他联系了的 我早就跟他联系了 那孩子们不会了解那么多 你刚才吃饭的时候说的那些话 就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对他们有分别心 那你说怎么办 那两个孩子 相比的 你要想多多多个儿子 还要做得到 这都是 freelancer秋天的 要在这和平的孩子 我只能做什么 那些认识 曾经感情的机会吗 陈君生 我是你在找的老婆 我不是你找的天使 我想你想找那种一心一意奉献 没有半点私心的天使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 你想想吧 你跟罗子军结婚 然后烦了 离了 现在又找到我 现在看上去好像也烦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自己是不是也有问题 我答应 加亲这次去平儿下次去 这在我看来就是平等对待 夫妻举案其美是好的 如果撕破脸了 这就难看了 你怎么来了 我记得还给你送去就好了 嗯 我找你有点事情 往上看 你怎么会有空吃饭吗 晚上不行 我爸妈 没事 那我就陈桃总说吧 能不能把费友以前在你们陈欣 跟志伟公司合作的所有历史资料 都调一份给我看 你要是资料干嘛 她现在不是去B&T了吗 把跟志伟的合作都带走了 现在找我们公司做市场调查 我觉着其中有问题 所以怀疑之前的合作也有问题 这跟你没关系吧 找你们做事情吧 事情做好 挣了钱不就完了吗 我是不想将来出事了 我们公司一起背黑锅 你苏曼叔知道吗 不知道 这事对你们公司有好处 你想 他从陈欣走了 给你们带来多大损失 你们正好反击他一下 我把资料调回来 但是你查证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我知道 苏曼叔如果知道的话 就毫不容易开除你的 我知道 他要查 要查 为了贺涵 今天晚上他去你家了 他到楼下跟我聊了几天 但是他开车回家的路上 撞车 Moss 让我倒露 你恢复 我跟赫寒全部交往交流 都是在界线光围之内 唐靖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可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了 爸爸 妈妈 你也来了 爸爸今天有事 妈妈接你走 爸爸 我们一伙要去挑新娘子的裙子了 你不去吗 什么新娘子裙子 唐靖不是要结婚了吗 他让我给他做伴娘 说做大娘还差不多呢 非要我给他去挑礼服 那是因为他把你当好朋友 你应该放在心里才是 我当然知道 唐靖好不容易结婚了 谁都看过这件事情 白光 你怎么会在这 正好他的出租房没了 在我这又能住 我打得下 子群呢 你们怎么会想到 到老卓这儿来找地方住的 是那个谁 陈俊胜 他求我我做了个顺水人情 做啥呢 我来打包点湿的就去找他 今儿怎么像贵妇似的 最后一天贵妇生活 明天就要上班了 好 是唐小姐用的 唐小姐还没过来 这样她关照不我们 如果您先过来的话呢 先水边看一下 交衣服在这里 好谢谢 你们女人可真麻烦 这么多裙子 超都超不完 这都是谁教你的呀 在学校学的 还是在你爸家学的 懂这么多 对不起 唐小姐来了 我这样一边 她以为你一个人 这东西挺全的 叫上贵妇来 这一块都挑了 那你进去快挑吧 我已经挑好了 这么快挑好了 她挑了哪套呀 不知道啊 还没挑吧好像 我就随便挑一件好了 你是新娘子嘛 我们都是陪衬 再说 这把年纪呢 成这么华丽干嘛 你是不是怕贺寒来了 让他等着着急啊 你们尽管挑 慢慢来 我一点都不着急 贺寒叔叔 让他们女人麻烦去吧 就是 说得好 你这个小东西 你现在怎么跟你贺寒叔叔这么亲啊 赶紧去看看婚纱吧 你看 贺寒叔叔 你是新郎 那你要穿哪件衣服结婚呢 不是说你是新郎吗 你骗人 你才是新郎呢 你到底要穿哪一些衣服啊 那 什么事 那你要穿那里面的哪一件呢 要不这样吧 你来帮我选 真的 我说哪件就哪件 我相信你的眼光 好 这一件行吗 没问题 你去叫导购姐姐 按照我的尺码包起来 我 你马上上二年级了 大孩子 这点小事情 随时可以搞定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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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快看 媽媽 你身上怎麼沒有花啊 媽媽是個伴娘 唐靖安義才是新娘子 他才要有花呢 你看平安都覺得你穿太素了 赫涵 你看她是不是穿太素了 想讓她挑件花的還不願意 我覺得挺好的 我就這樣的 是啊 自己喜歡就好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不順路 我們自己打車走 走吧 什麼時候跟我們這麼客氣了 真的不用 跟叔叔阿姨再見 再見 走了 你有沒有覺得這次我回來 子君好像對我有點生疏啊 有嗎 應該不會吧 他現在工作生活都穩定下來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幫他找個男朋友了 你不是向來主張隨緣而安 不為了結婚而結婚的嗎 結不結婚是另外一回事 感情生活還是應該豐富起來的 單身並不意味著孤獨寂寞 反而應該表示有更多的社交可能 個人有個人的打算 你未必都清楚 我今天去到老卓那兒 看見白光在哪兒幫忙 是你幫陳正生把白光介紹過去了嗎 老卓那兒一直確認 有白光在那兒幫忙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我看白光現在狀態不一樣了 看白 although 吳做梵臣 威風 Harold, 你好 剛才有一位心層先生給你送東西 看你不在家 就把他交給我了 謝謝啊 不客氣 GOOD kilometres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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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好像打算要派贺寒去北京来 所以说你也得打算打算 你到底是跟他去北京呢 还是留在上海 要是去北京的话 这人身体不熟的 这一大家的人怎么办 要是留在上海 你说所有新来的不管是谁 这对前任的搭档总会不会重用的 现在还不知道派什么人来呢 我估计这两三个月才要分角 所以这两三个月站队清楚是很重要的 我已经站队了嘛 要没有贺寒的话 我在陈京也不会干得这么好 那你对他也不坏啊 再说了也不是让你当坏人 我们也是有老有小的 我们也是有老有小的 只有自己好了 才能包到别人呀 这没什么错 又不是让你跟他一刀两断 你就是对别人也热情一点 这种事情大家都懂的呀 我睡觉了 我妈就用了 我以前也是个人 把下来 你打一刀三千亿 那我爱你 但还没有用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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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还没有 话 人家 我爱你 人家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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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上了 赫汗 你就是喜欢上了 你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不敢说 不敢做 苏曼树如果知道的话 会毫不容易开除你 我知道 他要查 要查 为了赫汗 撫 должны去找他 您好 有什么事吗 我想见你们公司的单留 前面有约吗 没有 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找他 是关于他跟丹妮的合作 对不起 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太清楚 你有他的电话吗 不然给他打个电话 我不认识她 也没有跟她见过面 所以没有她的电话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我必须要马上见到她 因为我知道 到目前为止 Phil给她做的四个产品项目的咨询 都是有问题有猫腻的 不好意思小姐 这个我们公司是有规定的 要不这样吧 您把您的名片给我 我给您送进去 名片 稍等一下 唐小姐 您稍等一下 我马上给您打电话 您要不要先坐一会儿 要不要我给您倒杯水 不用了 我就要快点见到她 好的好的 谢谢 喂你好 前天有个D&T的唐小姐要见边 OK再见 谢谢 唐小姐您好 我是丹的助理 丹现在在上面开会 但她马上就出来见您 唐小姐 久闻大命 今天才有机会见到 你们请吧 谢谢 什么东西 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 他说什么东西 跑到我的客户那告我的状 啊 公报私仇啊 为赫韩报仇吗 什么意思呀 我跟他不是在BMT工作呀 我的客户不是BMT客户吗 为了一个男人 职业操守都不要 我现在就要去董事会 告他的状 要为他回来了 让他直接去董事会报道去 我在这儿 有什么事当面说清楚 唐琴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应该在 我一直在这儿 今天是我休假回来的一天上班 从早上九点开始 我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办公室 所以刚才你那么大吼大叫 说了什么 我不太清楚 请你解释给我 至于你砸坏了我们的东西 问问多少钱 赔给我们 不是不是 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阿丹打了 他说你在他的办公室里 你在这儿 那个人是谁呀 他为什么要冒充你来告我的状 冒充我 既然不是你 那你得帮我呀 我来到BMT公司 是个公司 首先 你确实得罪了贺涵 而我是他的未婚妻 这是我不会帮你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 更重要的 靠着出卖自己的旧公司 来获取进入新公司的仇物 这种人 就该遭到妥卿 我不跟你雪上加霜 就已经很好了 谁会冒充我 你们谁认识那个丹 我都不跟你认识 我们今天没见过 安心就在那儿 在这儿 我现在也用你了